主持人Alisha 大家早安 Good Morning 2017亞洲田徑大獎巡迴賽第三站 回到台北田徑常舉行 这次也特别邀请礼约奥运跳远金牌的 美国选手Jeff Henderson 美国短跑名将Michael Rogers 印度标枪好手Nidja Chapa 乌兹别克跳高女将Dusa Nova Nadia 期待各国选手互相砥砌 能有更好的成绩 在本次的亚洲田徑大獎赛 以国际一级的认证和场地 与国内最严谨的国际资格 来做这样的规格 来做这次的比赛的测试 那我相信一定能够圆满的达成任务 来欢迎我们国内外的选手 在这次比赛中能够有更好的成绩展现 美国选手在前两站成绩亮眼 表枪好手郑兆村两度刷新全国 写下86公司九二的新纪录 连两站多金 两站皆值出铜牌的黄世锋 则期许自己明天能稳稳的头号 每一只 向军险有铜牌的好成绩 快乐王子陈杰则还在调整中 目前的训练阶段就是我们还在调整 那还是刚开始赛季 所以我觉得一切都还在四零中 那前两站的话 就是希望能够在 最后是台北站能够把 最好的成绩留在台北 发挥出来 首都来台举办的亚洲田径大奖巡卉赛 同时也是世大运的测试赛 今天下午进行预演 比赛将在明天下午两点准时开赛 记者蓝颜奇卢关宇台北报道